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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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啊 今天啊 唉 終於啊 又跌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啊 大跌四千多點啊 對不對 然後開始反彈 這個不要算啦 這個也不要算 幾乎都在漲 漲了兩千點都有 對不對 好 疊四千多反彈一半也正常嘛 那根據你們所學的技術分析 這個是疊多少反彈一半算是 弱勢反彈 比較偏弱 如果彈到三分之二 那叫做怎麼樣 強勢反彈 不要忘了還有兩個字 反彈 回升什麼叫回升 嘿嘿嘿 他老兄給你漲到這邊了 然後接下來要過這個高點 那叫回升啦 現在看起來是不可能 為什麼 在股票市場 個股的量都可以做 只是說越大支越難做 像台積電 你要人為去操縱它 勉強外資是可以啦 但是外資也不會這麼做 對吧 那小支的股票 它的量是可以做出來的 好比說有很多小型的地雷股 什麼叫地雷股 公司賺鴨蛋 公司賺鴨蛋 沒有賺錢 對不對 這公司沒有賺錢 股價很高 怎麼會有成交量呢 對不對 到底是哪一些豬腦袋去買的呢 沒有關係 就是主力左手 丟給右手 他認為你們這些看盤的投資人嘛 都是自以為聰明 哎 這股票 你都沒有賺錢喔 但是它有量喔 這有量一定是後面有什麼故事喔 也可能會油虧轉盈 接到大訂單了 不然幹嘛一直漲 對吧 然後你就怎麼樣 跳進去 然後就丟掉了 那一定是小股本 我舉例啊 金利科 現在已經從500多摔死到200多了 套的都活該啦 你看我節目你有金利科被套死的活該 為什麼 我講了不知道多久 猴年馬月我就開始講 這公司啊 各位看 股本一定是叫做5.6億小股本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今天的節目一開始 我從這個股本量的觀念 來跟你們帶到台北股市 加權指數就是最大的一支啊 你這樣子想就好了 老船長我們知道了 你到底要講什麼 這麼大一支的股票 它如果沒有量 它就不是多頭 沒錯吧 老船長 那就簡單嘛 左手丟給右手嘛 你神經病喔 有哪一個咖 可以大到 控制台北股市 就連外資都沒辦法 那老船長 台北股市這最大的 加權指數 誰可以控制它 兩個字寫在臉上 一個月不要洗臉 趨勢 你聽懂了嗎 所以不要去跟趨勢對幹 你會死得很難看 否則你會死得很難看 你會死得很難看 你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你會死得很難看 但是你會死去 你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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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今天的量縮到 各位看只剩下3200億 沒有追價的意願 交易清淡 管你什麼多空啊 你這樣看現在還看不出來嘛 對不對 接下來要怎麼走你看不出來嘛 當然我們是告訴你會往下走 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邊再補量再上去也可以啦 所以現在來到了一個 很關鍵的十字路口 我們就要來探討趨勢兩個字 懂嗎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啊 那好啊 老船長你講講看 接下來的趨勢是什麼呢 好 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股市 就是大盤這一支最大的 一定是要有一個很大的因素跟力量 你認不認同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啊 還是說哪一個250的分析師跟你說 這個地方要上去了 你就相信他 講難聽一點分析師算老幾啊 對耶老船長 所以不管哪一個分析師 他都沒有辦法 帶他的會員 比如說來做多把大盤拉上去 不可能 放空空下去也不可能 你們不要相信 分析師絕對沒有這個力量 但是你們可以聽 去思考 這個分析師講的有沒有道理 他告訴你什麼原因力量 來讓這個趨勢往上 或者是往下 講到這邊覺得我講的有道理的 現在幫我按一個讚 不要吝嗇 幫我按讚 我沒有半毛錢的好處 只能夠凸顯你是一個很有怎麼樣 格調修養的投資人 為什麼 當別人講的好的時候 我們給他掌聲嘛 那你看我的節目 你給我掌聲我又聽不到 但是你幫我按讚 我看得到 來現在立馬 好謝謝大家 當然有些人不認同 為什麼 他持股滿檔 帶上漲 那老船長現在要講的是 什麼樣的原因跟力量 會讓台北股市往下開始 又要開始灌了 首先 會有人告訴你 從這個利率的角度 譬如說 美國要降息 那日本要升息 老船長 這兩個國家是在對幹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以前日本是零利率 如果你只有一百萬日幣 折合台幣幾十萬 二三十萬 你不會有這種想法 你也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為什麼 你就一點點錢 假設你有一百億的日元 換句話說 你就有幾十億的台幣 你放在一個銀行 它裡面一毛錢都不給你 日本還要給你收保管費 那你把這麼多的錢 放在日本銀行 你就是神經病 你就豬腦袋 對啊 老船長 怎麼辦 那邊有個叫大漂亮的美國 利率一直升 升到4.5% 我們這邊沒有趴 怎麼辦 把我的錢 匯到美國去 你直接拿去 美國銀行存 美國銀行不會讓你存 老船長 我錢都匯過去 他不讓我存 你要先換成美元 阿呆 對對對老船長 那你用大量的日幣 去換美元 對不對 那美元就被你買上去了 聽得懂嗎 美元就升怎麼樣 升值 那全世界不是只有日本一個國家 會把錢匯到美國 很多國家的利率都沒有4.5%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你一個國家的利率4.5% 你房貸的利率就會怎麼樣 7.8% 會造成社會的經濟問題 當年美國 房利美跟房地美有沒有 崩盤就是因為利率升到6.7%了 房貸要到10幾%了 請問你 買房子的是不是都完蛋了 對啊 那美國這次怎麼敢搞4.5% 人家是世界強國 對不對 所以一些落後的小國家 就玩不起 玩不起就把錢怎麼樣 都轉到美國去存 那錢到了美國 不是到銀行就到怎麼樣 就是到怎麼樣 股市嘛 所以美國股市會 推升到它的歷史高點嘛 那台北股市有沒有 也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漲到2萬4嘛 沒有錯吧 那最近美國從高檔摔下來 我們要不要摔 當然要嘛 我們是跟著它走的嘛 這樣你明白了嗎 好 那現在又說美國降息 你日本在升息 好像倒過來咧 對 所以就會有一些美元回流到日本 但是你不要聽 有一些250 不懂的人告訴你說 現在美國的美元 那個本來去投資美國那些 日本的錢會回來日本 不會啦 老船長你自己打嘴巴 日本在升息 美國在降息 當然要回來 回你個頭 老船長你怎麼罵人呢 我不罵你喔 聽一些人胡說八道 我是真的懂的 我有三張分析師證照 你的老師可能只有一張啊 講貨幣學 經濟學差得遠啊 懂嗎 我講的道理是 你們可以認同嗎 日本沒有利息的時候 都跑到美國去啊 現在美國有沒有利息 有啊 還是比你日本高很多 會不會回來 不會啦 懂嗎 所以我第一個階段 我就跟你們報告解釋 現在美國股市也好 台北股市也好 接下來我認為 有崩跌的機會非常大 並不是因為 什麼美國可能要降息 都還沒有降 還沒有降錢就要回來 胡說八道 就算降了也不會回來 為什麼 美國利息還是比日本高啊 回什麼來啊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美國的錢 不會大量回來以外 美國就算大跌 日本也是要跟著跌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一樣東西 影響全球的股市 不要走開喝一口水 I will be back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多空雙搶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所以不要去相信什麼 美國的資金會回到日本 所以呢 這個美國股市會跌 那難道日本股市就漲嗎 不會啊 通通都要跌 而且資金不會回來日本 有限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利息還是比日本高很多 豬腦袋才會回來 老船長你講的實在太有道理 我們差點被人家糊弄了 這就是高下利判程度的問題 各位明白意思嗎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你老船長說這個盤應該要下來了 好 那你剛才講 把原因理由講給我們觀眾聽 我們福氣啊 好 能夠影響全球的股市 就兩個字 戰爭 那你如果是地方性的小戰爭 那個沒有關係的啊 小打小鬧無所謂 對不對 老船長 那個俄羅斯 跟烏克蘭戰爭打了兩年了 對不對 那也不能說是小戰爭啊 那個是打假的 我很久以前我在節目上就講 打假的 在打拖延戰 現在的戰爭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幾乎都打假的 為什麼 真正要打核彈就出來了 烏克蘭打得贏俄羅斯嗎 不可能嘛 後面那麼多隻手幫他 所以烏克蘭可以撐到今天 如果後面沒有人幫他 烏克蘭早就滅亡了嘛 我講的是實話 不管你愛不愛聽啊 對不對 好後面很多手幫他 對不對 然後讓他現在衝到俄羅斯境內 請問他打得贏嗎 他進去就找死嘛 就被人家牽滅 為什麼 後面補給沒有辦法接上 我早就講過了 對不對 但是北約他們如果射路的 很深的時候 哪天普京不爽火大了 發射核彈 那那邊也會發射 兩邊射一射世界大戰 全球滅亡啊 難道美國不知道嗎 北約國家不知道嗎 俄羅斯不知道都知道 目前都是打假的 好不好 真正的戰爭就是核彈打出去 那才有真正的戰爭 否則都是打假的 看打久一點 你會不會自己投降 有可能啊 後面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幫烏克蘭 烏克蘭早就投降了 就我們現在回到中東的戰場 因為現在最 大家最關心的是中東戰場 我有研究嘛 你們知道以色列 倒閉的公司已經差不多四萬多家 以色列這麼小一個國家 四萬多家的公司倒閉 以色列的經濟要完蛋 你美國就算幫他也沒有用 這些國家輪流打你 今天胡賽明天爭主黨 後天換伊朗上場 俄羅斯也在後面 你幫烏克蘭炫到我來幫伊朗 名正言順 聯合國也不敢講話 那這樣打 你認為以色列這麼小 就算美國來幫他 美國那個航空母艦那麼遠 大老遠跑過來 現在無人機導彈一千發過去 航空母艦就炸爛了 沒有用的 到時候你以色列就完蛋 你打不下去 打拖延戰以色列就完蛋了 好 那以色列 真的伊朗如果這兩天 開始動手的時候 全部人打你以色列一個 飛彈 導彈 齊發對不對 當然美國這邊也會還擊 幫著以色列 那飛彈不長眼的 講難聽一點 你打了什麼伊拉克 伊朗 你可能炸到炸死很多駱駝 請問對全球有什麼影響 我待會再講 我先賣個關子 這些飛彈飛往以色列 把以色列的科技打場 大場一打掛就完了 你知道英戴爾在以色列 投資上千億 以色列是全球科技的 怎麼樣 先鋒 他們國家的科技產業 是全球排名前面的 這個飛彈過來的時候 不長眼睛一打掛掉了 請問對於全球的半逃體業 是不是重創 是不是 是喔 美國科技股要不要暴跌 台股要不要暴跌 日本要不要暴跌 韓國要不要暴跌 大家一起死 好 第二個 注意聽喔 中東一旦開始大戰 這些國家伊朗 伊拉克 黎巴嫩 敘利亞 甚至約旦跟沙特說 我要中立好 那兩個不要算嘛 對不對 埃及也不要算進去好了 我剛剛點名的這些國家 裡面很多都是產油大國 中東戰爭一旦大爆發的時候 我告訴你 石油的價格就往上飆啊 石油 那個是全世界產油最多的地區 那個石油往上一飆 因為你打仗的時候 可能運輸的 這個輸油管什麼都炸掉了嘛 好啦 那石油一飆漲的話 誰倒楣 台灣一定倒楣嘛 我們不是產油國嘛 對不對 全球的石油價格 原油價格往上飆 你第一個想到什麼 老船長我們第一個想到 就是發呆不知道想什麼 正確答案 因為你豬腦袋 我告訴你 通貨膨脹 欸 原油價格飆漲 全球通膨再起啊 你美國這樣努力了老半天 還說什麼通膨有控制住 我要降息降個頭啊 不用降了啦 這一點你要老師沒有分析到吧 對不對 什麼就算美國降息 中東一打美國不會降息 你放心 全球通膨再起還降什麼東西啊 那股市怎麼辦 一定要崩的啊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喔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啊 因為你通膨再起的時候 你又要升息 要升息股市又摘下去啊 是不是 資金收縮嘛 好 不用扯太遠 我只是告訴大家 要大盤崩 要全球股市下來 就是兩個字叫戰爭 這個原因跟理由 才有辦法讓全球股市 繼續往下崩 對不對 那眼前就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 伊朗不打也不行呢 各位了解意思吧 我不是在這邊胡說八道啊 雖然伊朗說要開戰 可是後來他沒有開戰啊 大家笑他指老虎怎樣 那是因為他知道他馬上開戰 一定被美國打死嘛 所以他聯合中東這些小的國家 大家一起 還有俄羅斯也站到這邊來了嘛 好 那就開始打 美國也知道啊 所以美國一直說 你不要打啦 我們來和談啦 你非要打我又給你好看 美國一邊怎麼樣 給糖一邊一巴掌 在那邊兩手政策沒有用了 現代人已經不甩美國了 美國也不是當初的強權 再加上他們要選舉 國內也是亂招招 懂不懂 你放心這個戰爭 一打一看以色列不行 美國航母當然夾腿就跑 你放心他絕對不會為了以色列 然後把他的航母什麼都打掉 不可能 那時候就是以色列 你自己沒有就沒有了 而且他們是世仇 百年世仇 你打死我家人 我打死你家人 這個仇恨沒有辦法解決啊 講難聽一點 就是有一個國家消失嘛 對不對 不然怎麼辦呢 只要在就是對立啊 那以色列這麼小 這麼多國家打你一個 他們不會想到把你滅掉嗎 這不是不可能喔 那完蛋了 我再講一次以色列上面這麼多科技廠 這麼多科技人才怎麼辦 科技人才趕快跑 飛機全部都全面停飛了 你要跑去哪裡啊 對不對 所以看我的測標 做多的朋友 做多的朋友 你們要賭就去賭嘛 這幾天你要賭就賭啊 對不對 一旦崩落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跑 因為你也不用跑 你手上很多小股票 都是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帶你買的 你的老師都帶你買 10億以下的股本 為什麼 就跟你說過量少好在那邊怎麼樣 跟著主力配合草嘛 最後還是你死嘛 這樣給我懂意思嗎 因為大盤在崩的時候主力也死 不要說你死 連主力都跑不掉 你要特別小心 跌停所都賣不掉 你賣不掉主力也賣不掉 大家一起完蛋了 這個是在崩盤的時候 我們經歷過台北股市 這麼多次的空投 我們曉得 所以你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檢視一下 你的手上股票 如果都是小股票 我給你保證 你一定是參加某個頭顧 某個老師 他帶你買的 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那麼巧 我老師帶我買的股票 都是10億以下的股票 而且我老師的節目 永遠是天天大傳 永遠漲停 你就知道你是豬腦袋 他是金光黨黨主席嘛 你會死在他手裡面 所以這一波你一定要怎麼樣 保留一桶金 你不喜歡做空沒關係 我告訴你 我們是做空的 懂嗎 所以疊越深越好 你是做多的 我建議你把持股降到 最好是一兩層 甚至空手 懂嗎 因為你不喜歡放空 你就是空手最好 晚上也睡得很好 對不對 一年365天扣掉假日 兩百幾十天開盤 你少做30天 不會怎麼樣 不會少一塊肉啦 老船長真的是為你好 你會費是交給老師的 你現在滿手套牢的股票 而且都套好幾層 金管會規定 要顏色停損 他也不停損 為什麼他知道他一停損 你就退費了 他就跟你講乖 2月30號全都會解套的 明白嗎 等到你會期到 你可以滾啊 會期到就滾 還囉嗦什麼東西啊 這樣明白嗎 頭顧老師都是這樣在拖的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老船長講的對不對 把你的手上股票 做一個清倉的動作 你甚至想要在崩盤的時候 人家在哀嚎的時候 你在數鈔票 你在賺錢 因為你有空單 但是我提醒 不要亂空 有些老師是帶會員去空個股 就這幾天被嘎的怎麼樣 嘰嘰叫 懂嗎 我就講過 你不要去空個股 有的公司派或是主力 他會硬拉升 大盤崩跌了 結果那股票還往上漲的 多的是 那只要大盤崩跌對不對 你做的 空的不是個股 你做的事 譬如說ETF的話 絕對是大賺的 這是觀念的問題 而且老師要考慮到會員 會員把錢交給你 你要怎麼樣 真心的去保護他們 關心他們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執著 主觀意識 去亂空股票 這幾天被嘎死 你的會員就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說 要跟著老船長一起操作的 你就拿起電話來 我不會帶你空個股 我帶你做ETF 很安全 那不願意跟著我的人 你最好是空手觀望 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因為我看過太多空頭 很多人就離開這個市場了 好不好 拿起電話來 當崩盤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跟我們一起數鈔票 5 4 自己做決定 現在開始 撥打 你會不斷記住 你會避免 每 moderne 都然後 我們會不斷記住 我們希望你啊 你們呢 他們會不斷記住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Around